哈嘍 大家好 小瓜 在即將進入農曆七月的同時呢 也意味著七夕前節的腳步越來越近了 另外呢也意味著 YA手作鬧一波的時間又來了 如果可以在這一天呢 送上一份禮親情一動的禮物的話 絕對是加分不扣分 而且今年七夕呢 在農民曆上看來也是贏嫁曲 那所以我們就趕快把握起來 來 那我們今年的卡片也打算怎麼做呢 我自己個人這邊已經超級隨意的挑選一些紙張 來贊助一下這一次的腦力波 那我呢是選了一些可以用得上 感覺比較可愛夢幻浪漫的紙膠袋來作為使用 那我們今天使用到的素材有 紙張、筆、離心紙、剪刀、美工刀 在紙膠袋的部分呢 我們使用了樂意的剪花 還有玫瑰圓 以及牧田森果的理想國度花中獸女 接下來是馬鹿口小畫室的兔兔畫室 以及小動物樂隊遊行 最後是自己印的文字相關紙膠袋 我們這邊有一些附有離心紙的紙膠袋 我已經事先先採好了 那像其他這一種沒有離心紙的 我們就先貼上去之後再來做修剪 通常在做這種紙膠袋的平貼啊 我們會先把你想要的素材做一個組合 我覺得發卷對我來說就是一個備戰狀態 備戰 我看起來就是很… 很行動力 你有沒有發覺帶給你行動力的支援嗎 對 甩甩肥 你和你相說話 我很吵 你知道吧 稍微有一點感覺 OK 我把所有的花都贴起来 完成了 我们今天选择来拼贴的纸胶带呢 都是单看很仙巧 群体很大气的时尚单品 那像我这个呢 第一款 我使用的就是一些比较典雅的花 然后还有一个少女的背面 还加上一点浪漫的文字来点缀 就像是说不出口的话 直接用纸胶带贴 相机的爱情 第二款的话呢 我们走一个happy路线 转到很happy 我们使用猫口小花式的一些可爱元素 像是小动物啊 还有一些花草草 那这样子可爱的风格呢 你也可以自己写上可爱的字 送给你觉得最可爱的对象 那我这两款呢 首先要来看到的是这一张 这是使用乐意的剪花 还有木田森果的两个作品 所搭配出来的成果 那少女这个元素呢 我想要和刚才这个作品一起来看 它们呢都不用正面相对 大多数是侧面和背面 相机感情 我们去年有做一个耶旦铃铛的卡片设计 那今天呢是沿用那个概念 我们把很好看的花 乐意的花 拼贴起来 再剪成一个爱心的形状 搭配马鲁果小画师的兔子 就好像是他在彩绘这一个爱心一样 加贵 加材亚 加贵 加材一只猪鼻 猪鼻是猪肥吗 猪鼻 猪鼻才是猪肥 猪鼻 猪鼻是滋味 好 大家有没有做好 来吧 亲爱的 我在这 我喝 所以想 朗诵大会 开始 情人节目 如果您的对象呢 也很喜欢手作礼品的话 那像这一种简单又很好制作的卡片 会是非常好的选择 那如果您有手作的心得的话 也欢迎在频道或IG留言给我们知道哦 不要记得订阅按钮跟分享开支小铃铛响 拜拜